So Uman他有得到一份工作 然后第一间公司呢是Satria 第二间公司是Betano 然后一天他给他50块 然后3%的Dotal Sales 第二天他给他35块 然后5%的Dotal Sales 然后呃 所以他最少要多少的Sales 这个看上来他的底薪高 可是Commission少 这个是底薪少Commission高 OK 什么你的底薪没有办法改了 如果50就是50了 所以他他有报复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是选这一间5%的 因为这个5%的你的Sales 销量越高的情况之下 你得到的那一个回酬就比较多 所以呃 所以这一个呢 Uman他就选择要不达 可是你要多少的销量 才能够让你的那一个 呃 这一间P的比较多钱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想象一下 我有一个Sales 是RMX OK 然后呃 这一间的 第一间的那个收入呢 它是50加以X乘以3% 然后我的第二间呢 然后我的第二间呢 是35加X乘以5%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现在是要第二间大过第一间 所以我的35加X 百分之5X 百分之5X 百分之5X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5X乘以100了 会大过 呃 50加3X乘以100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绑过来 这个绑过去 所以我的5X乘以100 减3X乘以100 等于50 大过50-35 大过15 2X乘以100 所以我的X大过15乘以2 除100 没有没有 15乘以100 除2 OK 然后我这边约一下 它就会变成50 所以15乘以50的话 它是750 所以它的Sales 要大过750 所以它一天的销量 是要大过750 它就会Better Choice 所以我的X 它是RM751 是这样